花时间的 当然前面的东西我们都把它录下来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有一些东西你忘记没关系 前面都有 所以在我们的论坛里面 每一次上课都有录影 那我是建议你有空的话 就可以把你比较不熟 前面讲过东西啊 也许你忘了没关系 可以再把它复习一下 另外云端白板里面也会有我们需要的 云端白板里面 这边当然有交流论坛 里面云端白板 数学函数 那我刚刚做的这个程式码在这 就是做完的程式码 你只要把它打开来 之前的那个公式啊 VBA这边都有 然后呢 刚刚的东西其实就在这个教师研习时数这里 所以刚刚的公式啊 这边也有 如果你假设有些地方漏掉 你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那再来就是如何保护公式与资料 公式就是隐藏起来 有没有这边有个隐藏 那锁定就是我要保护的地方 那基本上 那在sale里面它的保护的规则是这样 就是说呢 它理论上是针对这个工作表 去做保护 所以你要先确定一件事 第一个 你是不是全部要保护 如果你只是部分保护的话 那你要先做一件事 什么事呢 先全选之后 按右键 促成的格式 怎么样呢 把里面的那个锁定 把它取消掉 预设是全部保护了 那可是我们今天比较特殊 因为我只需要保护什么 保护这个范围 那其他的范围呢 我不保护了 反正其他范围你要改没关系 反正随便你改没关系 但是这个地方不能帮我改 所以呢 我要先做第一件事 先全选 把那个锁定打勾取消 意思是说全部都先不保护 按个确定 第二件事情呢 在针对这个范围 做什么呢 按右键 促成的格式怎么样 把它设定什么呢 锁定 那这个锁定意义是说 只要呢 我锁定了 然后呢 再到教育保护 这个范围就不能动了 第二个隐藏指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也希望上面的公式 你这个公式 你不希望被看到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它隐藏 其实还蛮好用的 因为很多地方 你都不希望被看到 你这怎么做的话 因为其实也很麻烦 这东西其实 有些会牵涉到一些机密 因为公式里面 可能有一些机密 你的资料从哪边来 怎么去做的 那你如果希望把它隐藏 那这边把它打勾之后 按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 特别注意 先取消 然后再隐藏这个范围 所以这个范围 锁定跟隐藏之后 你按确定 它当然 不会马上生效 如果你要生效的话 还在做一件事 就教育里面 保护工作表 所以两阶段 第一个是 设定你要保护的范围 第二个的话呢 切到保护工作表里面 然后呢 当然你按确定 它上面没密码 它可以很轻易的取消 像之前有人这样子 它没有加密码 它只要知道什么 教育里面 目前当然有保护 而且能不能改 不能修改 它会跳这个 那如果聪明的人 它会 这边有跟你讲说 若要进行变更 有没有 请到这边 可能要需要 但如果你没有加密码 你直接按下去 它就取消了 所以理论上呢 最好呢 加个密码 那我加1234好了 为避免就是练习的时候 不要太复杂 没有1234 按个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使用者如果要变更的话 也一定是不能变更 公式呢 也一定不会显示出来 而且它如果要变更 当然不行 有标放资料编辑也不行 但是呢 它如果知道说 教育里面可以取消 它按下去会有密码 所以如果呢 不知道密码的话 它一样呢 是无法去做资料的变更 但是呢 有一种情况 就是连你自己也忘了密码的话 那也蛮麻烦的 所以尽量那个密码 也不要太复杂 比如说呢 我刚刚是用1234 但你用1234按确定 其实应该是OK的 它就取消了 大概这样子 那当然呢 如果说我今天呢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说呢 等一下会延伸出去 讲一下有关 就假如说呢 我们设定的保护 那如果我们之前 有讲过说 如果我今天呢 要在旁边做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是按下去 自动帮我把公司丢进来 第二个按钮是 清除里面资料 不过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我保护了 可是保护的话 你要把它清除 特别是哦 或者是你要加 新的公司进来 其实呢 就等同就是因为你保护了 所以它会告诉你说 没有办法哦 所以会造成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你要修改 不行 那要怎么办呢 所以这边会延伸性 顺便跟各位讲 因为这也是 之前还蛮多同学问到的 因为它也设了保护 可是它又要用VBA 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其实只要呢 动态的去怎么样 把密码 在VBA里面 丢给那个 它就保护取消 取消之后的话呢 最后呢 等到VBA完成 再把密码加回去 其实也可以 那只是说呢 要怎么样动态的 去解掉密码 并且再把密码加上去 这个地方 因为蛮多同学 自己去找书 还真的找不到答案 所以后来的话 其实我就分享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 只要加两行程式 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非常简单 你会你就可以解决 但你不会的话 那这就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你有加了保护 那你又要写VBA 怎么办 那就挂了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第一个 如何做这个保护 那保护方法 记得先把全选 记得先确定一件事 全选之后 把这个都把它打勾 变成没有 意思就是 我全部都先清空 没有保护 只有针对这个范围 做保护 那保护取消 再来做教育里面的 保护工作表 这样他才会生效 密码我是用1234 不过另外一个 好像之前有同学 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取消 他连他自己都忘了密码 或者是说呢 人家交了密码 但是呢 他又很希望知道说 对方那个档案里面的公司 到底怎么下的 比如说他隐藏起来了 可是问题这边保护了 他看不到 那怎么办 其实还有一些方法 我们待会再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